每天都要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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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夢中 還記不記得我們上次在介紹 三角形的面器 就是 超夢的面器 超夢的面器 很好 各位同學 又到了我們溫馨的數學生 每個禮拜三的下午1點半 就是我們開心的時段 知道嗎 那麼今天呢在上課之前 我想要請各位同學上台 來把上個禮拜所記的那兩句話再說一遍 接下來呢 我們請我們的一號同學 吳辰柱同學 來幫我們說一下三小朋友的演技 來我們歡迎吳辰柱同學 吳辰柱小姐 大家好 小朋友好 老師好 好 長方形的面積是長方... 哦不是 長方形面... 三角形的面積是長方形面積的一半 謝謝大家 其實他... 今天小姐我們要請第二位同學 第二位同學呢是... 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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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名的同學呢是... 本班的學生裡面... 體重是... 台名第二位 哦...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啦... 最近我們有一個新生 那位新生啊... 臉這樣...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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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所以... 台名成他就變成... 讓我們歡迎韓明成同學出來為我們說三角形的面積 讓我們熱烈的鼓掌歡迎韓明成同學 大家好 三角形的面積是成風型的面積的一半 謝謝大家 各位大家好 接下來要歡迎我們這個小事班的No.1 他的No.1是重量重量No.1 待會你就會看到他的肥肉 你就會看到他的手臂是霸霸的 什麼叫做霸霸的呢 等一下他就會看到 好來 讓我們熱烈的鼓掌歡迎我們的李維蓉同學 好厲害 連連帶我活跳囉 好厲害 大家可以喝三角形的面積是... 呃...長毛型的面積一半再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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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沒 剛剛已經看到了我們親愛的維蓉同學 猜有鬼 他露了兩個臂吧 哈哈哈哈 怎麼覺得他的那個肉很肥啊 沒有 接下來呢 讓我們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是我們國小數學四年級班的兩位美麗的女生 讓我們歡迎我們兩位美麗的女生出來 兩位美麗的女生 一起說喲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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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預備 開始 大家好 三角形的面積是長毛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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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半 好不好 喔 我們說啦 來 來 我們來 各位同學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 以九十度為基準 指甲 指甲 有一個三角形 他其中有一個角 這樣 他應該是沒有拍到的 他應該是沒有拍到的 可是他剛剛說他不是男生 是嗎 他是女生 我寫到屁股的 我寫到屁股的 你覺得他是女生嗎 他不是男生 會吧 他長成這樣 是女生 他在騙你 他以為你的眼睛是瞎的 分不清楚 眉醜 跟散熱 也看不清楚男生跟女生 我說我是男生 是不是 明明是在 睜眼 是瞎話 對不對 是不是在 過謀 來各位同學 九十度為基準 如果說有一個三角 他其中的有一個角 比九十度要來得多 要比九十度來得大 那麼我們就叫他叫做 直角 就叫做 來看一下 來這裡有一個角 各位同學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叫做 直角 如果 如果 如果呢 有一個角度是 直角 那麼呢 我們就叫做 這個三角形呢 叫做 直角 三角形 好 各位同學 這裡 這裡 看到 這叫做 直角 如果說他的角度 比直角多 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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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請一遍同學 來幫我們寫旁邊的字 如果他寫錯了 起死 我就要請他一下 好 我們請排名稱好了 他剛剛就已經寫過了 他這一次還會寫錯 他這一次還會寫錯 那是瑞 欸!不要夾 欸 沒關係啦 對啦 這裡 對啦 那是對的啦 你這樣知道嗎 那是對的啦 以後不要相信他說的話 以後他說的話 你都要想清楚 不能他說什麼 你就做什麼 對嘛 你看從剛剛那個 瑞跟盾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 他純心想要陷害你被主任其名 這個叫做盾 來 這叫做盾角 來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角度比90度多 多 如果他每一個角度 來這裡是90度 對不對 比90度來的小 如果他每一個角度呢 都比90度要來的小的話呢 那麼我們就說 他叫做銳角三角形 好不好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我們上個禮拜還有在講什麼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還有在講 等腰三角形 好 我們腰都一樣 對 那我們今天呢 來介紹一下四邊戲 今天要介紹四邊戲 四邊戲 對 四邊戲 來日常生活當中呢 我們也看過很多的四邊戲 四邊戲呢 還記不記得 我們上個禮拜有跟你們說 四邊戲 他又叫做四角戲 為什麼他叫四邊戲呢 因為他有四個邊戲 為什麼他叫四角戲呢 因為有四個角度 看喔 我們現在要來學四邊戲 四邊戲 四個邊戲 四個邊戲 四個角度 來 這個 看到這裡有個副歌牌 這裡有個副歌牌 這是四邊戲 我也不想呼嚨你們說 這裡是三邊戲 這是三邊戲 因為它是四邊戲 四邊戲裡面 你看主任講的 我們來看一下 用鞭長和角度 來討論這個四邊戲 這裡是四邊戲 請問 這個的鞭長 這裡有四個鞭長 這個四個鞭長的 對鞭 對鞭長的 系統 對鞭長的 對鞭長 groundbreaking 就是對鞭長的 這裏有一個四邊形,這也當作是四邊形啦,這裏有一個四邊形 我現在要問你,這四邊形 對邊是在說什麼,你舉例 哪個地方叫做對邊 他說這個跟這個叫做對邊,對不對 對不對,還沒有問完 那他的對邊是 很好,他講的很好 這個的對邊是這個,還沒有講 我現在要問一個更難的 來 有沒有看這個字叫做什麼 你 你 知道嗎,這個你 知道嗎 就是說可以去借米的地方 叫做零 就是我到你們家去借蔥啊 借米啊,借蛋啊 我跟他們家借了蛋之後就不用還 那個時候去借王子麵也不用還 然後他們家也會到我們家去摘商業 昨天晚上沒有到我們家摘商業 前天有沒有 我現在為了他天天要去澆水 我現在為了他天天要去澆水 本來是兩天澆一次書也長不住 現在天天澆水他就 他就天天都澆水 來看一下這個字叫做什麼 我現在要問你 什麼叫做零編 來,同學你看 那你現在這樣 這兩個零編 國中二年級 你再教 都不會 我教過的就會啦 你現在聽我的課 多聽幾次 你到國二當然一定會 有的新生進來他就不會 什麼是這兩個字不會 所以我到國一國二都還要教 有時候有國三的學生進來 那我又要再教一遍 我會不會教我都要看有沒有新生進來 你新生進來的話我就 來,請問 請問,零編不是指什麼 你說說看 你說這個跟這個 對不對 你剛剛不是說這個叫做對編嗎 對不對,好,你去換這邊 我媽會接喔 我媽會接喔 零是什麼意思 零居 過來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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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來,各位同學 來介紹零編 我現在要開始上課 你們兩個就好,謝謝 來,來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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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邊的鄰居 你覺得他是在哪裡 這個邊的鄰居 這個邊的鄰居 我知道 這個邊的鄰居 我知道 我們現在給他一個新,在哪裡 鄰居的鞭在哪裡 這個是,這個這樣嗎 他的鄰居在哪裡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好,有人說知道,換你 好,有人說知道,換你 好 來,這個鄰居的鄰居在哪裡 就是這個 我不敢 我不敢 他答對了 同學,這個鄰居在這裡 所以這個跟這個互相稱作什麼 好 一邊 就好像說 來,你同學過來 我 我又換你過來 你換 換你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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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不要講說,我們在鼓起班的關係 我們在講說,我們在南餐的關係 我們在講說,我們在南餐的關係 要跳了 我是你的什麼 人 他是我的鄰居 他是他的鄰居 他也是我的鄰居 真的 所以我們互相是什麼 什麼? 鄰居 真的嗎? 鄰居 真的嗎? 鄰居 好 假設 你看 來 同學聽 來 這個的鄰邊 是這裡 這個的鄰邊 是這裡 那你會說啊 請問 這個的鄰邊可不可以是這裡 也可以 這個的鄰邊是這裡 可不可以?也可以 好 這個呢 是我們在講這個 鄰邊 鄰居 你現在知道對邊 那我們現在在講對邊 各位同學 對邊啊 我們把它分成 這樣子的說法 同學 同學 來了 請問 請問 這個是幾邊形 這個是四邊形 這個是四邊形 請問 這個四邊形 的 對邊 對邊嘛 知道嗎? 剛剛有請的同學來講了 什麼叫做對邊 我知道 請問它的對邊 有沒有互相平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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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它沒有互相平行 那麼 我現在問 請問 沒有 這個對邊 有沒有 互相 有 有 好 有 好 它剛剛說有 是沒有錯的 來 同學 這兩邊好 這個是四邊形 這個就是四邊形 我們剛剛說這個有互相平行 YES SIR YES SIR YES SIR 然後呢 這個也是有互相平行 YES SIR YES SIR 對 這裡有幾組互相平行 兩組 四組 兩組 兩組 四隻襪子 幾雙襪子 四隻襪子 兩雙襪子 兩雙襪子 好 有四個邊 有兩組對邊 兩組對邊 有兩個平行 對不對 對 兩個平行 這是兩個平行 那請問 這個 有幾組平行 兩組平行 還是一組 一組 一組 一組平行 兩組平行 兩組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形狀 這個 這個有幾組平行 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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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組平行 YES SIR 兩組平行 這 來看一下 這兩組平行 剛剛主就跟你說 這叫做一組平行 對 兩組平行 然後呢 這個也叫做兩組平行 這個也叫做兩組平行 看到沒有 看到了 看到了 可以哈 你說這叫做長方形 對不對 對 這叫做什麼形 正方形 正方形 正方形是兩組平行 長方形也是兩組平行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我說 來各位同學 這個是不是長方形 不是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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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我現在問你 我是不是人 是 我是不是人 我是不是女人 是 我是人 我是女人 他是女人 我是女人 是 是 是 長方形 這個也是 長方形 這也是 長方形 這個是正方形 對不對 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正方形 對 對 這個叫做正方形 不是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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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方形 你可以說 他是正方形 他可不可以說是正方形 他可不可以說是正方形 他不能說是正方形 正方形他有規定的 正方形的規定 左右兩個邊一樣長 不 不 不一樣長 上下左右都不一樣長 不 上下一樣長 左右一樣長 還有 所以 上下 不一樣 這是什麼形狀 這是什麼形狀 零形 不是 這是什麼形狀 這是 這有幾組平行 兩組 互相平行 對不對 兩組互相平行 這個長度 跟這個長度 有沒有一樣 有 這個長度 跟這個長度 有沒有一樣 有 一樣對不對 那這個長度 跟這個長度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他叫什麼形狀 你說 妹妹 正方形 長方形 這個叫做 長方形 這個不叫做 長方形 這個我幫你取一個名字 好不好 好 不然你來取一個名字 呃 人形 鬥摘形 這是什麼形狀 鬥摘形 之前 你要幫他取一個名字 這叫做什麼形狀 圓形 圓形 這什麼形狀 呃 身軸形形 牛丁形 來 妹妹 什麼形狀 四 四邊形 也可以 可是這個也是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 我要答對了 它叫做 平行四邊形 好 答對了 來 平行的部分 它有 兩組平行 兩組平行 好不好 我們幫他取一個名字 平行 平行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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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長度會等於這個長度 有兩組平行 這個平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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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問 正方形和平行四邊形 正方形和平行四邊形 這樣看到沒有 好 這個是平行四邊形 這個是長方形 我可不可以說這個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我可不可以說這個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為什麼 蛤 它有沒有兩組平行 有 這個有沒有兩組平行 有 兩組都平行 所以它也是四邊形 所以它也是四邊形 我是不是人 是不是 你是不是人 不是 不是 你不是女人 不是男人 你不是女人 我不是男人 但是我們都是人 來 這裡 有沒有平行 有 有 有沒有平行 有 有 那這兩個什麼地方不一樣 有 你要聽會 我可不可以說這個叫做長方形 不行 一個叫平行四邊形 一個叫長方形 那你要怎麼去判斷說 為什麼它不是長方形 你說它的原因理由是什麼 它的原因理由是 因為長方形是 這樣子 好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 那個是 那樣子 是什麼 要說出來 你用說出來 你用說的 名字啊 對 我們剛剛有講過 培行四邊形 來 來 為什麼這個不能叫做長方形 因為長方形是要 那個是什麼 我說 長的 長那裡 有 因為這個是什麼 因為這是什麼 因為這隻腳 你也看這是九十度 你看 十五度 這個角度有沒有是九十度 沒有 這個有沒有是九十度 不是 所以長方形跟平行四邊形的差別在於說 當它是九十度的時候 它才可以叫做長方形 好 我現在問你 它是不是平行四邊形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不是啊 平行四邊形要求什麼 是 都是直角 是 平行四邊形要求什麼 是 這叫做平行四邊形 要求平行四邊形 是不是 這是平行四邊形 是 說平行 這個是不是平行四邊形 不是 是 平行四邊形是什麼 好的 兩組平行就可以叫做平行四邊形 知道嗎 我知道 因為平行四邊形有頓角 平行四邊形有頓角 然後 可以 它有直角 可以 你這樣子講 對 然後這個都是直角 知道嗎 知道 請問 請問 這個是不是正方形 不是 不是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平行四邊形 都一樣長 比較長 而且它每一個 都要90度 而且它沒有90度 請問它是不是正方形 不是 不是 它是平行四邊形 請問它是不是正方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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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正方形 還是 為什麼它不是正方形 因為它比較長 這個方形要四個邊都一樣長 對 也正方形 好 那麼 現在剛剛跟你講 這裡是 這裡有一組平行 一組對邊平行 這邊跟這邊沒有平行 這邊跟這邊平行 對不對 對 請問 這個形狀 我們要幫它取一個名字 叫做什麼名字 三角形 平行 三角形 這叫做什麼名字 妹妹 妳知道這叫做什麼名字 平行三角形 這叫做什麼名字 這叫做什麼名字 這叫做 正方形 直角三角形 這叫做 長方形 這叫做 平行四邊形 這叫做 平行四邊形 這是四邊形 這是四邊形 怎麼會是三角形 不規則 這叫做什麼 一組平行 各位同學 兩組平行叫做一組四邊形 那麼一組平行呢 對 是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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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T T T要什麼寫 我知道 我會寫 來 剛剛寫過的 換你寫 等一下換你寫 那你過來 我那個T喔 T字有T喔 T寫的T啊 他寫的T 不知道 你寫T型的T 我知道 這個字你不會寫就太嚴重了 有人不會寫 我 你寫過了 我 我們讓妹妹 讓妹妹來寫 噢 屁屁會這樣的妹妹 喔 這樣寫喔 對 妹妹 這一個我值得 嗯嗯 哇 妹妹今天的字寫的很好看喔 妹妹大部分的字都寫的 好 來 弟弟的弟耶 對 你會被哥哥恥笑 我弟弟 我幾認錯啊 好 沒有錯 T型的T呢就是 木頭的木 再加上一個D 一個D T型呢 什麼叫做T型 叫做一組平型 好 現在我現在要問你喔 T T型我會 好 我現在要問 我現在等一下要考試 你們要介紹幾種形狀 第一個 你要講喔 比如說你要 比如說我要在 這邊寫一張紙條 我就寫說 兩組對邊平行 那你就要說一個形狀 一組對邊平行 你就要寫說出一組形狀 有沒有聽到 蛤 或者是說我跟你寫說T型 那你要跟我講一個條件 這樣子啦 同學 來 如果說 每一個邊長他都不平行 每一個邊長都不平行 你就不用講了 因為這世界上不平行的東西很多 來 比如說 這裡有一個四邊形 他不平行 有沒有看到 每一組對邊都不平行 你就不用講了 知道嗎 可不可以 來 我們再學的齁 就學兩種 一個是兩組平行 一個是一組平行 兩組平行叫做T型 不是 錯了 一組平行叫做T型 兩組平行叫做平行 平行四邊行 好 如果說這兩組平行 兩組平行 而且 垂直 兩組平行而且垂直 垂直只是這樣子 對 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兩組平行 有 有沒有而且垂直 垂直知道什麼意思嗎 垂直就是90度 對 有有有 這有沒有兩組平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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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而且垂直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知道嗎 這樣你有沒有聽懂了 如果兩組平行 而且垂直 那麼我們就叫做 叫做 防幫 或正防幫 好 來 再來 兩組平行 而且垂直 是不是 請問 這個跟這個的條件在哪裡 兩組平行 而且垂直 兩組平行 而且垂直 還少了一個什麼 它要怎麼樣 它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減掉 是不是變成 每個邊都 一樣長 每個邊都一樣長的時候 是不是就變成它了 平行 四邊行 兩組平行 如果說 這個兩組平行呢 我們把它改成 除了平行 而鐵垂直 就是長方形 這樣知道嗎 知道 兩組平行啊 這裡是就 角度來說 我們如果說 角度把它固定成 90度角的時候 會變成這樣子 那如果說 平行的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 以邊長來說 邊長 如果說 我們都把它變成 一樣的話 各位同學 請問這個是什麼形狀 每一個邊長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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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 靈型 各位同學很厲害 這叫做 靈型 長度一樣 兩組平行 可是 有沒有垂直 沒有垂直 沒有垂直 好 請問 請問 這個可不可以說 這個是正方形 同學看這裡 看了 這個是正方形 它可不可以被叫做 靈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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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因為 靈型的定義是說 四個邊長一樣 互相平行 知道嗎 可是如果說 我現在畫一個這個靈型 對不對 看一下 這個靈型可不可以說是正方形 可以 不可以 因為正方形它有一個條件 它必須要垂直 它必須要垂直 哦 知道嗎 知道 我可不可以說它在 南美國小讀書 啊 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超級 因為它沒有去嘛 對不對 你要到南美國小讀書的人 是不是每天要到學校去 你不能說它住在南坎 它就在南美國小讀書嘛 瞭解嗎 嗯 懂不懂 你不能說 因為它有四個邊 而且四個邊都一樣長 所以它就一定是正方形 它不是 它少了一個條件 它也少了一個條件 它是跑到景美國小去上課 嗯 這樣有沒有聽到 那我們這個五級班才厲害 我們總共幾個小朋友 五個小朋友 這五個小朋友 有幾個學校你知道嗎 有四個學校 再過不了多久 可能第六個學校就要來了 第五個學校跟第六個學校就要來了 它幾個就有五個 就有那麼多個學校 來 你說你讀什麼國小 南美國小 你讀什麼國小 光明國小 你讀什麼學校 大竹 大竹國小 它讀景星國小 你看我們多厲害 四個國小 以後每一個學校開園優惠 我們都有朋友 真好 來 正好了 菱形 我先來看這裡 來看一下這裡 角度的部分 你說 他說 都沒有糖吃 真的啊 對 主任等一下會準備糖果 坐下來 好 來 角度是90度 如果 它的角度是90度 並且 它的邊長也一樣長 它就叫做正方形 這樣知道嗎 對 這樣你們不聽懂 有聽懂 它有一種形狀叫做梯形 主任家有講 梯形叫做 一組平行 一組平行 就叫做梯形 如果說 如果說 這個呢 看到了 如果說 這個長度 等於這個長度 我們幫它取一個名字 說 這叫做什麼長度 這叫做梯形 這叫做梯形 一個人到中間去 來 試試 等一下 不是 他們要一個人 等一下 你們要一個人去 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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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只有一個人回答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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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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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 一邊 平行 錯 換第二個 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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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個 腳要九十度 錯 第三個 一個邊 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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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都一樣長左右 上下比較長 左右比較短 錯 來 換女生回答 什麼叫做梯形 耶 我們不會 來 什麼叫做梯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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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個這裡也不會來 我們請彥琳 彥琳什麼叫做T型 T型 好 錯 來 那既然大家都不會 大家要跟著我念一遍 念你 一組對邊平行腿 一組對邊 好 現在各位全部都 下來 現在各位同學都下來 T型 T型是一組對邊平行腿 指令型腿 T型是一組對邊平行腿 指令型腿 預備開始 T型是一組對邊平行腿 T型是一組對邊平行腿 好 OK 開始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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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腳三腳型 我知道!! 到底是哪個啊?指腳三腳型 指腳三腳型...指腳三腳型 我知道!! 好來換第二個 指腳三腳型就是有一個腳是90度 答對了來換第二題 換哪啊?換妳 換我? 不是換這裡問 啊!! 很快耶 這方形是四個邊都一樣長的 好傻的 好 長方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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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兩組都平行 然後... 然後... 一邊比較強 一邊比較短 像這方形 像這方形 長方形 不錯喔 好那是什麼 說錯了嗎? 他還可以再講 像正方形那什麼話 正方形 電腦過來 歐琳琳 打過來了 叮叮叮叮叮 好下一 好再來 我們再... 我們讓他一分鐘就好 時間快到還有40秒 再來快點 快點嗎? 快撿啊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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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那裡 兩組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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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形 還剩下 沒有時間 很... 很像明星 我已經擠到螢幕了耶 很像明星啊 看過來 好 預備 開始 90度 直角那個 哇 哇 這好痛啊 快點 時間兩線 好 還有60秒 再來 再來 靈行 錯 大巴子 好 請別再來下面那一批 謝阿姨 請別再來下面那一批 謝阿姨 就像不像 但不能換 你不能換 換結了 你不要 fak 就像正當眼 靈行 靈行 好 錯 選一番 navy 靈頌 還有30秒 趕快 4.1 3.1 3.1 4.1 1分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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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時間到了 好 4個邊一樣長並且垂直 4個邊一樣長並且垂直 拿掉 第二題 一組對邊平行 好 兩組對邊平行 並且它的邊長一樣長 正方形 好,再來 好,再來 兩組對邊平行 並且垂直 然後對邊兩個零邊 不見得相等 長方形 再來一題 耶 好 來,兩組對邊 兩組對邊平行 不見得相等 平行 平行 好,答對了 耶 好,沒有了對不對 對 好,還有一個 好,來 其中有一個角度是直角的三角形 哦 T型 T型 錯 直角三角形 來,換一個人 四個邊一樣長並且垂直 四個邊一樣長 這回誰一樣長 耶 答對了 喂,加分 對,加分了 一組對邊平行 加分 超方形 T型 好 好啦,第二個 第三個 來 換一個 換一個 換一個啊 好 四個邊一樣長 兩組對邊互相平行 不見得是垂直 哈哈哈哈 不是吧 對邊互相平行 四個邊一樣長 不見得是垂直 零星 耶 好 兩組對邊平行 並且垂直 不見得長相 對邊不,呃 臨邊不見得相等 好 再來 兩組對邊互相平行 阿賀 兩組對邊互相平行 十、九、八、七、九、五、上、四、三、二、一 四、邊行 錯 什麼 等邊四邊行錯 平行四邊行 好,再來 三角形 它其中有一個角度是九十度 其中有一個角度是九十度 其中有一個角度 直角 直角 直角什麼 直角 三角形 好,算對 好,這個有沒有拆過了 好,沒有了 換一個人 一杯 來 一組對邊平行 一組對邊平行 十、九、八、七、六 十、九、八、七、六 好,答對了 好,來 第二個 好,來 兩組對邊互相平行 而且長度都相等 正 正 好,來 兩組對邊互相平行 零邊不見得相等 呃 那個五 十、九、八、七、六 十、九、八、七、六 好,再來 好,再來 看那個吧 好,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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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組對邊互相平行 蛤 兩組對邊互相平行 兩組對邊互相平行 是正當行 對 好,來 平行四邊行 好,再來 好,來 有一個三角形 它的 其中有一個角度是 九十度 請問它是什麼形狀 嗯 它是正形 錯 好 直角三角形 好,再來一個 好,再來一個 沒有 好 四個邊 一樣長 並且垂直 胖子 胖子 不正 好,答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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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 好,答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